嗨大家好我是拉风牛 上次录了我的8P玩飞车之后呢 有些小伙伴就来问我 我买了一年的安卓手机 OPPO ACE目前玩飞车怎么样了 那这期视频呢 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手机使用一年之后的感受啊 首先呢买这个手机 我是奔着它的性价比去的 当时拥有骁龙855处理器 还支持90Hz刷新率的手机 还支持超级闪充的旧属这个比较有性价比啊 那当时买了之后还算挺满意的 不久之后这个手机就适配了飞车的超高帧 那当我第一次玩安卓高帧率飞车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高帧率对飞车的作用真的挺大的 特别是转向 对比60帧的舒服了很多很多啊 如果用60帧来玩的话 那么流畅度呢就会没有那么高啊 而且呢比较容易失误一点 而且60帧玩的话 有时候会卡小层 这个就很难受啊 或者呢按键没有那么灵敏啊 但是一直用90帧来玩的话 就需要打开高性能模式啊 不打开的话就会出现掉帧的情况 那这样就会很难受 但是打开高性能模式的话 这个耗电又比较快 而且呢发烫严重 需要吹着风扇来玩啊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缺点啊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这个手机的触控采样率不够高 那当时我买的时候以为挺高了 后来我体验了其他的手机之后 我才发现这个手机呢 其实触控采样率比较低的 那总的来说 大家买手机的时候呢 要挑散热好 触控采样率高 支持高帧率至少90帧以上 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续航久一点的 因为高帧率耗电快 那好的本期视频呢 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向我留言 我尽量回复大家